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回来看这个单元 我们要请杨副理来告诉我们 房金未来的走势 金价是在过去几年当中 在美国的印钞票的风潮当中 是最大的受贿者 他是真正的宠儿 我们看到房金的价格在1999年 他最低是251.97 最高到201年的9月 他最高涨到1923.7的盘中 我们可以看到金价从250几块 大致上是300块这样冲上来 最高到将近2000 这个也就代表房金在过去的一个奔驰 现在来看金价在2011年之后 慢慢的从最高开始往下再回撤 那这一次最高是1558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房金走过这个兜头之后 现在看到有点在回挡 这个回挡我想在1550块附近 他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颈线 也等于是他累积了很多年的涨幅之后 他面对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白银的价格最近 他最高其实到49.98也很高 现在大致上在28块8毛左右 所以这个白银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回挡 最近我们看到回挡比较明显是 在纽约的沿油的部分 大致上现在油价在跌破90 之后再拉上来 现在在90.43 但是那个头部看来也慢慢在成型当中 另外北海布伦特最近跌破110 所以从118掉到110块以下 那么我们看到 在现在的比较受到大家瞩目的焦点是美元 这个美元指数 从最近的这个在78附近 已经开始到82.509了 那么今天到82.588 大致上这是一个最近的美元 开始往上走高的 美元走高之后 我想黄金的上涨 它建立在弱势美元上 黄金的美元走强之后 对金价相对是不利的 另外一个大概就全世界的货币政策 就是说如果QE到一个尾声的话 那全世界的利率到底什么时候 有可能会从谷底开始环转 这个对黄金来讲 也会造成比较大的杀伤力 第三个大概就是 原来的印度中国购买黄金的大国 它的需求到底有没有显著的变化 再来就黄金的那个ETF 这个相关的共同基金的部分 它的相对黄金的投资的部位 那这些在最近 有没有哪一些开始出现变化 现在很多投资大众 我想我在过年的时候 都看到电视很多人都在讲黄金 那黄金在1500多块的位置 到底买进还是要退出 我觉得这个行 今天我们杨副理来告诉大家 好的 我想基本上 其实刚刚主持人 还有我们吴老师在上一节 都提到了一些重点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 2008年之后的金价 它可以说成也资金败也资金 成也货币败也货币 那目前的金价的这个回撤 也的确跟预期心理 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我可以把在这12年黄金的多头 分作三段来讲 01年到04年 这一波大概反映的是 黄金基本面的改善 那么05年到08年初 它反映的是新兴国家的成长 但是08年之后 其实黄金的基本面是供给增加 基本需求减少 但是金价的上涨 完全反映的是资金面 那么这个资金面 当然背后就跟景气的不好 市场的风险高 以及货币政策有最大的关系 那么目前市场上 之所以对金价看坏 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在上一节 讨论很多的货币政策的转向 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其实我们落就市场面的一个认知 整体的货币政策 现在还是在扩张 美国虽然不再增加 那预期要改变 对 但是日本欧元 欧元区大陆还是在增加 可是它现在正在发展出一个 我们所谓的需求缺口的情况 过去两三年我们在提醒 也就是说需求缺口的发生 就是当市场的预期改变的时候 原本进入黄金的这些 避险性的资金或投机的资金 它要去转向追逐风险性资产 那个目前已经看到了 那么但是它的背后要有一个好的条件是 实体的经济必须之后要能够追上来 那当实体经济追上来之后 黄金的基本面的需求才会垫上来 避险需求会下降 现在就是说因为过去黄金 它是全世界避险资产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标的嘛 现在如果说大家觉得好像世界经济改善 大家去追逐那个风险资产 我们吴教授最讨厌的股票 如果说大家把钱往那个方向走 那对黄金来讲 它的可能会开始有很大的改变 是 所以我们现在回来看资金 就刚刚主持人提到 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观察 黄金它其实就总体面来看的话 对黄金其实是有利的 可是我们回到资金面 现在我们注意的是两个指标 第一个就是ETF的市场 另外一个就是期货市场 我们注意到在黄金ETF的市场 就SPDR最近有下来嘛 有 我们看全世界如果主要持有 现货黄金的55档黄金的ETF 今年前两个月呢 大概减少了110吨的黄金的持有 那很大 而最 刚刚提到SPDR更可怕 SPDR在最近2月份呢 就减少了74公吨 算是非常大的一个回档 那另外一个我们如果看到期货面的话 会更紧张 索罗斯好像最近也大量抛售黄金 索罗斯在去年第四季 还有贝肯在去年第四季都出货 那现在我们再看 John Poulsen这边 他持有的黄金其实很高 那现在看起来 他出货的迹象并不明显 那好像还在 他如果出货会赔很多钱 是 因为John Poulsen 他大概他的配置在黄金 可能到四分之一 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 那么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们注意到 其实在这波的卖的里面 一般所谓的比较 稳健型的这些机构法人 还有所谓的中石户呢 并没有出货 但是避险基金出货 是比较明显的 期货市场上 现在看到的是 整个期货市场 在今年前两个月 大概整个净多头部位呢 也已经减少了 有一百吨以上 那非常大的一个部位 而且在期货市场上面 它现在的空头部位 已经到了2005年的水准 所以空头部位增加得很快 目前比较好的一件事情是 过去两个礼拜呢 多头部位呢 也慢慢有一点回升 可是回升的速度很慢 所以现在看起来 到了1550到1500美元 这50块之间呢 似乎是一个多空 开始要决胜的关键点 它是警线的 很重要的关卡 没有错 这个地方万一破的话呢 我们如果以一个 所谓技术分析的角度 这个地方警线 如果破掉 一回档 至少是200到250块 那也就是说 它回档的这个目标呢 很可能就会到1400到 甚至于更低的这个价位 但是这个地方 如果一旦守住的话 往上一般市场 金融海啸房金的最低点 是在什么位置 金融海啸发生那一年呢 它的最高点是在3月18号 1030美元 那么金融海啸一发生之后 9月份先反弹 10月份杀下来 最低在10月24号 杀到680美元 是680 对 所以我们说 后来金融海啸之后 680开始 哇 长那么大段 冲到1920几呢 资金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市场是认为说 一旦货币政策转向的话呢 大概要把这个 所谓680到1920美元 这一段 可能要修正掉三分之一 不好的情况 可能要修正到一半 对 那么所以市场 会有这样的一个喊话 看得悲观的人呢 说认为这个修正要到1200 对 看得比较稳健的人 认为这个修正 顶多到差不多1400美元 就会停住 那这个还要看市场 一个后续的发展 现在回来看货币政策的话 其实在市场的预期心理 是认为 大家都知道 像刚刚主持人说的 美国今年不会真的做 但是呢 如果从下半年开始 美国就把这个 购买债券的这个步调 缓下来的话呢 那么它会有一个 相当大的致命的影响 所以一般对于 今年的金价认为 它的一个主力观察 大概在第三季 如果到了第三季 回来观察说 今年的景气呢 真的像大家预期的 有这样在成长的话 那么美国的货币政策 转向了那个预期心理 就会变得 不但是强烈 可能预期心理 要开始有实现的一个 一个做法 那这样的话 金价可能就会回档 那一般认为说 第三季是旺季的开始 可能初期还会有支撑 但是如果景气 是这样复苏 到第四季 它就真的会掉下来 那另外一个呢 市场的看法是说 万一到了第三季 因为市场有一个说法是 去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对景气也看得很好 就到了第二季过了 发现景气没那么好 如果到了第三季 大家觉得说 其实经济 没有想得这么好的话 那货币政策的这个转向 会慢一点 那这个时候金价 会比较有撑 或许可以撑到第四季 那这个是市场 对金价的一个看法 那至于对于 上面的一个预测呢 保守跟 原来市场在12月份的时候 还很乐观 认为今年还有机会 充2000 那现在大概调降了 认为充1900的机会 都不大 但是呢 上1800的机会还有 所以这个是市场 大概的一个看法 因此我们大概 会对今年的一个说 如果货币政策的发展 都是照目前这样的一个 市场预期的状态 而景气的复苏 也是照市场 现在的想法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可以把 高点的预期 放在第三季 那么目标区呢 可以放在1750到1800 那如果说货币政策 没有转向 景气的复苏没那么好 或许它的时间会延长 高点也可以拉高一点 你讲了这个 心理的预期啊 通常会发效的 是 我记得在 在金融风暴 比较最紧张的时候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说房金一盎司 最高可以涨到一万美元 他喊很大声啊 那时候我觉得不太 很不可思议嘛 包括像麦家华 讲房金三千 我都觉得怪怪的 那现在这样看就是说 好像这个 原来大家都把房金吹很高 这个预期好像最近减弱很多 对没有错 现在整个预期都调下来了 我觉得现在一般的认为是 如果都符合现在对于景气 跟货币政策的看法的话 应该今年稍后到明年 会是黄金一个大的调整期 那这个大的调整期呢 原本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它的修正甚至于可能到一千二 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变数是 我们从黄金的基本的供需来看 发现到黄金基本面改善的速度 比原来预期的要快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需求缺口 的那个基本面提升的速度比原来要快 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是 去年全世界黄金的总需求呢 大概是4400吨 比前一年减少了4% 但是就这个所谓的总的市值来说的话呢 到了2360亿美元 比它算是历史新高 那么在中间有一个最有趣的地方是 去年第四季 黄金的总需求是1196公吨 这个是有史以来第四季的需求 最高的一季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里面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变化是 在去年的第四季 是过去这十几年来 市金的需求加上央行的买进 首度超过避险投资 跟工业需求的减少 那么这样的一个讯号告诉我们是说 基本面的需求 似乎已经在开始往上爬了 也因此如果今年的景气 真的是复苏的话 特别是新兴市场如果复苏的好 需求会增加的很快 我们可以从几个主要的指标来看 第一个当然就是大陆 那么大陆我们注意到 整个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成交量 到目前为止还在创新高 增加的非常非常的快 而另外一方面 大陆在去年的黄金进口量 成长94% 几乎是翻倍 那么在今年农历年之后 因为在农历年大陆休息的时候 金价跌得很凶 结果等到大陆一回来上班之后 我们发现到 大陆就开始在市场上扫货 几乎把香港跟新加坡库房里面的货都快扫完了 也让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溢价费几乎要翻倍 所以这个是他扫货的一个情况 而另外当他开始回来交易在农历年之后 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成交量又在创新高 所以我们从大陆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的这个交易跟消费性需求的成长 可能还会继续增加 特别是大陆在去年12月开始 实施20个主要银行的这个interbank 银行间的这个黄金交易 这银行间黄金交易实施之后 对于整个市场的交易刺激更大 所以我们对于大陆这个部分是看好的 那印度我们比较保守 是因为它的进口税从2%调到4% 那现在在传闻 新的快进年度要6了 那当然主要是为了应付 它的这个经常账的这个逆差 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印度可能在今年没有办法 会有一个好的表现 不过在过去市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过去印度还是管制时期的时候 黄金的走失其实非常厉害 那么它如果真的把进口税提到6% 会不会使得它的这个走失灰复燃 那这个我们还在观察之中 不过呢除了大陆之外 我们注意得到新兴市场央行的买进 是完全没有减少 去年整个新兴市场央行的净买入 是536公吨 历史新高 那么今年的1月份 像俄罗斯拉哈萨克又开始买 2月份我们也看到有央行开始买 那么就像刚刚这个吴老师提的 如果这个泡沫不好好的控制的话 至于美元在今年如果走高 对于这些新兴国家来说 它所增加的外汇储备 其实是在一个高价 他们基于风险的分散 他们可能还是要适度的分散到黄金 也因此我们觉得今年在这个需求面 避险资金退潮 那么我们就要看的是 基本需求的成长速度 跟央行的买进 能不能像去年第四季一样 再次的盖过避险需求的减少 如果能够的话 它的支撑会提早发生 也就不会有大家预期的什么 那些喊得很低的1300 1200发生 很可能在1400多就能够获得支撑 我想对黄金来讲 现在在美国的QE 还没有有一个结构上重大调整之前 我觉得我比较倾向一个 相形的区间的一个上下 就是下党有支撑 但是上党也有压力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来看金价未来的发展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我们请吴教授 再回来跟我们来谈谈 这个全世界印了这么多钞票 他的后遗症到底后面 我们怎么来收拾稍微回来